哈囉 大家好 我是空姐愛氣頭 要分享我今天在印度的戰利品 我分享給大家看今天就是買得有多開心 因為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只有換20塊美金 20塊美金差不多就是600塊台幣嘛 然後我們就出門了 今天的計程車錢呢 做了400多塊當地的錢 就已經要花200多塊是做計程車喔 那看我今天到底買了什麼 第一件就是這一件 這一件我覺得它蠻漂亮的 然後它的紋路啊 就是材質也都還不錯 我是想要看一下就是它會不會太大件 就是這樣剛好到我的膝蓋這邊 然後這個尾巴的有一點民族風 這件呢是跟這件的 蠻特別的 所以就想要買來玩看看上面是一件T恤 我試穿給大家看 這一件呢是走這邊有一點織布類的 然後因為它這邊就是鏤空的 所以我就想買來玩看看就是穿看看 因為夏天到了嘛 加起來我買500塊Rupees 250塊台幣就是一件都100多塊錢 它這個的話應該都是走品牌的簡標款 就是他們Made in India直接出工廠貨出來的 Made in India 然後再來一件是這個 本來它都開價是450塊Rupees 然後呢我就殺成200塊 所以就是台幣100塊 下面還有這種流蘇 像這樣 這件也是好美喔 4級就是要挖寶 幸運的話就可以挖到好貨 再來是這件衣服 這件衣服就是我已經錢花完了 然後再去領錢 一定要買到它的這一件 它是這樣子 袖子是沒有連在一起 然後我看它也是質感不錯 像這樣子 是這樣子 喔我覺得它好美喔 這一件呢也是台幣150就是Rupees300塊 買到的我真的覺得很滿意 再來介紹今天買的耳環們 花了我500多塊 200多塊台幣吧 可是我買了15對 是不是超可愛的 這個才10塊錢 因為我後來找到這一家 它真的才賣20塊Rupees 真的不買個十幾對 是不是對不起自己 像這樣子的 這個桃紅色的球球啊 紫色的球球 我覺得這個真的都好可愛喔 或者是像這樣子的款式 真的太喜歡這個球球了 所以我就買了各種顏色 五種顏色 黃的白的 然後紅的 藍的 紫色的 還有再買像這種金色的 這一個的話是 比較貴一點點的 但是也才50塊 Rupees就是25塊台幣 今天還有一個戰利品是 這雙鞋 這雙鞋 我覺得真的也好美喔 它真的是走民族風的 然後呢 這雙鞋我買它就是 Fixed Price是250塊 就想說好吧 店家的 因為我很怕人家給我們 就是觀光客的價錢 但是其實那個地方呢 沒有什麼觀光客 那個市場 大部分都是他們 當地人在逛的 連外國人都很少見 我們就買了一對是 一雙是250元 然後後來呢 走一走走一走 不是都有一些地攤嗎 然後我就還是忍不住 又問了一下那個價錢 居然才150 75塊台幣 就有一雙 很像手工縫製的 涼鞋 你知道印度這個地方 就是有各種可能 我是不是應該要 非印度來帶貨 今天的就是印度的戰利品 先介紹到這裡囉 那大家不要忘記要記得去看 我在印度一天的Vlog 不要記得訂閱我空姐愛氣頭 然後記得旁邊的小鈴鐺也要按 才會定期收到我的 新影片推出的通知喔 掰掰